第一个视频里提到 我说眼睛上长了这个碱黄瘤 那是不是就是说 脂肪沉积在了这个眼皮上 也是高血脂的一种预警信号呢 碱黄瘤顾名思义 就是长在我们的眼睛附近的一种黄色瘤 那么这个黄色瘤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些脂脂类的物质 在我们的眼部皮肤上的一种沉积的一个表现 其实这个在很多中老年的女性朋友身上 更明显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的人出现了这种 黄豆粒大小的黄色的一个碱黄瘤 那么如果严重的话 它可能就会融合成片 那我们也要高度的去怀疑说 这样的人他是不是有一个脂代谢的异常 我们要去进行血脂相关的一个检查 那就跟刚才的老年花那个就是沉积沉着什么 是一个道理 对 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沉积的位置不一样 对 不管是这个老年花还是碱黄瘤 用这个来判断心脑血管的健不健康 虽然是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它不能作为一个判断指标 对 但是赵老师有没有来更靠谱的 判断血管的健不健康的方法呢 这个肯定是有的 其实我们说不论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耳者心征 还是蒋黄瘤 还是我们说到的老年角磨滑 那么这些都只是一个体外的一个真相 可能提示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有一些血管病高发的一些危险因素 那我们脑血管病常见的一个危险因素 其实我们常规的会把它们分成了两大类 那比如说第一大类就是我们说的年龄啊 性别啊 还有我们的环境啊 还有家族遗传等等 那么这些因素呢 是我们不能够去改变的 我们把这些因素叫做不可控因素 但是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 是能够通过我们的干预来降低的 那我们通过把这些危险因素 进行一个合理的控制 也能够降低新疗血管疾病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风险